有些教會不接受聖靈工作的原因,雖然聖經有講 其中一個是《恩賜宗子論》 《恩賜宗子論》講到其中的經文是在《光隆多前書》第十三章 他的觀念是這個時代已經沒有神職,神職是以前有的 其實我們不是真的強調神職,雖然我們有神職,但我們強調和神關係 神會做神職,神職的目的是什麼? 有些人會拒絕神職,他會否定 神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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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職 曾經有一個人跟我這樣說 他說 有人相信現在還有神的醫治 還有很多教會不接受 雖然聖經有講到,他講的是什麼? 《光隆多前書》第十三章第八節開始 《愛是永不知識,先知廣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 《說謊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 《愛是永遠的,但先知廣道》 原文是說語言的,先知廣道翻譯,其實原文是說語言 不過呢,因為翻譯的人是傳統的 所以他將說語言全部譯做先知廣道 舊了就譯做受感說話 他說,終於歸於無有,說謊言又會終於停止 然後呢,接著就講到第十九節 我們現在所知道有限,先知所講也有限 等到那完全的來到,者有限的必歸於無有 然後接著說,我作孩子的時候 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無不清 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如今常傳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 其中最大的是愛 這裏講到,他說呢 現在,即是好似孩子 我做小孩子的時候,說話好似孩子 思想好似孩子,意念好似孩子 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 十二節就說,我們如今好似對著鏡子觀看 因為那時的鏡子就不像我們現在的玻璃鏡那麼清 那時就是用金屬,金屬整的鏡子 那當然是不清,模糊不清 他說到那個時候,不過問題是那時是甚麼時候 那時? 都在來的時 是的,你說是,這個就是基本上 普通基督徒看到都會覺得是 但我告訴他們他們覺得是甚麼 我稍後會告訴你 他說到那時就要面對面 面對面 面對面是甚麼呢? 我如今所知道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即是好像主知道我 我又知道主 就是應該說到面對面 就是面對面見主的 所以呢,這個呢 大部分的人識經都會覺得這個是講到 將來會見到耶穌的面 那時候呢,你不用說謊言 那時候呢,不用說謊言 那時候呢,現在有的知識都不重要 每個都有全部的知識 但問題就是,有些人解經 就說這一段經文何時應驗呢 就是在新約聖經完全啟示 他們說,新約聖經完全啟示 那新約聖經完全啟示是甚麼? 有了啟示錄,有了呢 那就是完全的來度 那所以呢,到完全的來度 就再沒有謊言,再沒有神聖了 他就說到那時,新約聖經的定義就是 新約聖經的目的就是幫助初期的人 知道這個是從神而來 叫他信耶穌就成為列代的證據 所以在新約一啟示完畢 就停止因此 他們就用這個經文來支持 但其實這個經文是不支持的 因為他講到我們好像孩子 現在好像孩子,仿不對著的因此觀學 你想一想,到寶羅寫哥林多前書的時候 已經有四福音了 已經有寶羅寫的書信 都還未寫完 聖經還有勁翻多少呢? 還有寶羅其他書信 還有其他書信 還有啟示錄 寶羅在那時候到後來的基督徒 到底有多大分別呢? 他就說呢 這個經文所說 現在就好像對著鏡子觀學 到一啟示完畢就好像面對面 所以這個解釋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其實我看過蘇永哲那本書 講到認識聖靈 他都覺得這個適經的方法不認同 他覺得這個 他又沒有說否定 他應該說他不肯定這個合不合 不過我會這樣回答 其實有兩個經文是告訴我們 今天有實跡的 這個經文其實不可以足以證明 即是說因此終止 因為如果說寶羅的時候 還是毛不清 到啟示完畢 剩下的那部分 就會完全好像面對面 實際上太過牽強了這個適經 那要看下他背後 他是基於什麼微笑 即是他 即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適經 但當然也有些相對是比較合理 或者是正確一些 還有我自己的理解 這部分最主要都不是說那個 不是說那個 不是說那個 最大的是愛 不論是有先知、廣道也好 或者是有其他的 異能、方言、知識、奇蹟也好 實跡也好 如果沒有愛在當中 一切都是沒有價值的 是的 的確這段經文是講到愛的 不過也都順便他就講到 這些先知、廣道 即是說語言和方言 這些都會停止 那麼問題就是 很多人就用這個經文來解釋 就是說 所以現在再沒有神跡了 其實兩個經文很清晰的 一個就是馬福音十六章 十五節開始 你們往普天海傳福音吉馬民庭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然後信的人 哪有神跡除弱 就是奉我名趕鬼 後面有講到 守我人病、養病 就必好了 還有講到神跡的目的 二十節那裡說 哪有神跡除弱 有神跡除弱 有神跡除弱 證實所存的道 即是神跡的目的是 證實所存的道 神跡不是目的 目的是神的話 讓人去信靠耶穌 那裡說信的人也有神跡 奉我名趕鬼 還有可以守我人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講到每個基督徒都可以做 另外經文就是 臨前十二章 就是這一章 之前的一章 就有講到數靈的恩賜 講到數靈的恩賜 包括醫病、藤二能、先知、作先知 說方言、番方言 都有講到這些恩賜 所以寶萊沒有說 將來會停的了 他沒有說 他就講到 聖靈會帶給我們這些恩賜 所以 讓我們看到 聖經並沒有說 會停止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有些人不接受聖靈工作 我來說 我不是強調神跡 神跡只是神用的工具 強調與神關係好 神的同在事實 相信神愛我 我愛神 神的同在加強我身上 神做功能 改變我生命 叫我和神文節關係 也使用我祝福的人 這就是聖靈充滿的目的 而的而且確 有很多人 是很大的更新 有些人一夜之間更新 即是怎樣 他初頭回教會 很呆滯的 牛牛逗逗的 他一次聚會 經歷聖靈 可以這樣經歷神的愛 神的喜樂 力量 立即整個人很熱切愛主 當然我亦都說 有些人不是每個人聽話 有些人沒有聽話 但的確 這個五秦宗的運動 在1900年 1906年開始 就是在美國開始 在這個阿蘇薩街 在羅省 就跟著帶起全世界很多 就是五秦宗的宣教 神教會 和五秦節會 都是跟著傳去 全世界的宣教很強勁 從那時候開始 而到五、六十年代 就開始有靈恩運動 就是有些傳統教會的人 經歷聖靈 而那個運動 就強調 就是在淑靈恩賜 還有靈界的力量 我自己會這樣說 我走聖靈的路 我全都跟著聖經 聖經說了 我們可以愛神 可以經歷神的愛 喜樂平安 那些我跟著 聖經說 我們可以手腕病人 病人就匹號列 那些我跟著 我跟著 我和神密切關係 可以祝福人 這就是我跟著的 但聖經說到我們打 是怎樣打呢 我們打就是 以乎所說的六章 就是穿上全副軍裝 有真理、公義、福音、救恩 聖靈的寶劍和信心 靠聖靈多方祷告 其實這些全部傳統教會都接受 但聖經議員的確是有的 我都遇見有些人 他一見我 立即說得出我的情況 我以前有個教友 都會告訴我 我的情況 當時我要離去香港 他說 你將來會回來香港 並且不單去香港 你會全世界去 普通教友來的 但他領受到神的信息 第二件事 他當時在供一間屋 他說你將來會在四月、五月賣出 我真的在五月最後一個禮拜 有個人一看完 第二天馬上賣出 那時候是樓價很低的時候 是幾個月圓墓 沒有人看過 沒有人看過一次 一看馬上賣出 這都是神安排的 也有些經歷聖靈 有些會跌低 聖經有說 有可能見到耶穌 一章十七節跌到地下 蘇羅追殺基督徒 一見到耶穌又跌在地下 兵丁捉耶穌的時候 耶穌說 我是他們跌在地下 即是神的同在可以令人跌在地下 我們祈禱也有很多人 又不是每個人跌在地下 即是神的能力強 有些沒那麼強 他們會遙動 這個也有很多人抗拒 另外一個因素 有些人經歷聖靈 他們會哭 哭 你便接受 即是憂傷出來 有些笑 有些也接受不了 但這個笑 的確是 他真是愛主 其實可以控制 我自己都 我一想耶穌立即會起落 但我不會失控 我隨時可以 一想耶穌立即湧出來 但我又可以不要 這個就是可以管理的 但有些人就因為這些現象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些現象 按手的人跌跌 這些現象和喻言 即是這些情況而抗拒 但中派一抗拒之後 傳道人如果接受可能被炒的語 教會被接受會禁止 在教會裏釋放 無論這三個層面 中派、傳道人和教友 哪個層面改變都受迫迫 如果中派說改 中派的傳道人和教友會反抗 傳道人改變會被中派採用魚 和教友會反抗 教友改變也會被教會迫迫 即是說你們不可以侍奉 正認你坐到處都行 你不可以再這樣運作 這就是一個可惜的現象 即是聖靈的能力 在我來說 我會被提升幾百倍 我真的提升人的靈靈 跟以前的靈靈很不同 很大的提升 並且興起的人 都跟著我有樣學樣 都會很大的改變 所以我覺得聖靈充滿很大的幫助 而我走的路 全部跟著聖靈有說的 愛慕神 經常愛我 經常宣告相信神愛我 有按手祈禱 也有集體愛慕神 神都會加強同在 聖靈的確說到按手有能力 有兩個經文 不單止的 因為有兩個事件 除了有些經文說到按手 是有能力的 比如說在《新明記》講到 《新明記》 Perform《新明記》 因為摩西曾按手在頭上 《新明記》 也有說到《門徒出席按手》 也有說到《提摩太后書》一章六節 使你借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 再如火挑旺起來 這個經文很多人都用的 但他沒有看到 神借按手給你的恩賜 再如火挑旺起來 是說到借著按手 聖經有說 這些是直接說到按手的後果 但另外有兩個經文 是可能一種的幫助 在《路交方》第六章和八章 第八章就是說到 有我婦人摸耶穌 耶穌說總有人摸我 因為有能力在我身上出去 即是說 聖靈的能力可以透過接觸傳遞 而在第六章就說到 很多人都想要摸耶穌 因為有能力在他身上出去 所以這兩個經文 都是被我們看得到 即是說 這個可能 甚麼可能呢 就是身體接觸 按手的時候 是可以傳遞聖靈的工作 這就是一個可能的解釋 不過聖經的確說到按手 但沒有解釋原因 為甚麼 我覺得這個經文可能解釋的原因 但我亦都想到很多奇蹟 或者是神蹟 其實是沒有需要按手 亦都是 神一樣是可以進行到的 有很多可能是想要祈禱 例如所羅門去求智鬼 如果是新約的話 其實亦都很多是沒有去按手 但亦都可以做很多些趕鬼 是 另外就是 剛才提到說 有婦人去摸耶穌的衣服 也有很多人去想摸他 我會理解為 其實並不是說 耶穌的能力是需要靠他們摸 而是在當時他們的知識層面 或者在屬靈上的知識層面 可能他們對耶穌根本不太認識 可能純粹是和大仙 他要去做一些事 可能要上香 去摸到他 才可以得到他能力 真是不需要的 這是我的理解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 但是並不是說所有人去摸耶穌 都有能力傳給他們 是那個女子 是因為耶穌是基於她的信心 而不是基於那個動作 好 你說得對的 就算耶穌行神職有很多都沒有摸 那個伯父長那個伯仁 然後耶穌一說馬上就已經好了 這個的確確確實 不過耶穌的確確實有很多都在按手 嗯 這樣搞很多東西 好了 都不是只有耶穌 這個經文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九節 以及八章四十六節 八章四十六節 耶穌說 總有人摸我 因我覺得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 這是一個事實 有些人沒有摸 都一樣可以做 因為神做公民 不過說了一個事實 就是接觸是可以傳遞 可以傳遞 如果他有信心的話 那麼路加六章十九節就講到 眾人都想要摸他 因爲有能力從他身上發出來 醫好了他們 這件事呢 肯定不是一個人發現的 因爲他是眾人 就是有人摸了先 哇 有能力的 那些人每個人都想摸他 因爲有能力從他身上發出來 就是的而且確有講到這件事 所以呢 這個是聖經有講的 而聖經有講到 神值 當然是信心 信心是一個部分 但是聖經也都將這個按手 爲何耶穌說手按病人 爲何不只是為病人祈禱呢 爲何他會特別這樣提 還有的而且確 使神值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 載如火天王 是很清楚講到值我按手的 還有呢 約書因為摩西曾按手的頭上 就被智慧的靈充滿 是很清晰講到這個原因 所以 你看攝梁傳也有他們試圖按手 受聖靈在薩瑪利亞 和在葉佛所 也有按手醫病 那個渠腿沒有按手的 就這樣吩咐他起來 所以其實兩人都可以 不過呢 聖經又既然有講到 有能力發出去 即是說呢 是可以有更大的能力 我自己發覺是很明顯更大的能力 因為我試過有些人開放 我試過帶領聚會 有些人是很開放 我在說話他已經覺得有聖靈的能力 一邊講一邊聽 但是有些接觸的確是 是感覺到能力 試過有一次 我就去回以前的教會 我就為他們祈禱 經歷聖靈 然後我就 我說我站了很久很累了 我就坐在那裡按手 那個膝蓋頂到他的膝蓋 那個膝蓋頂到膝蓋 那個人就說 牧師 你膝蓋頂到我有能力經過 這個的而且確是有發生 即是接觸 那我自己發覺 譬如有些人難於經歷 譬如要講邪靈 或者是醫治 或者經歷聖靈 有些人 我講很多 他們的心沒有投入 但是一按手 有些人就會經歷 只要沒有經歷的那些 我就會告訴他們 不要緊 你真心祈禱 你都會越來越經歷 那你暫時未有 不要緊 或者你已經有 你感覺不到也不要緊 我試過有一個人 以前我們教會有一個人 即是年輕的男性 我們騎到 每個人都感動 他有什麼都沒有 他就說 為什麼我都沒有呢 但是他後來為人按手其佬 那些人又經歷聖靈 所以有些人他本身感覺不到 但是不代表他不好 我只是說 既然神給了我們這件事 而耶穌說明 守安病由病人走必好 我們就可以照做 所以神說了我們可以做 而我的確發現是更有能力 這件事可以訓練到 當然我叫人按手處理生命 故作神的愛中 然後才按手 不是隨便個個按手 先處理生命 但是我的目標是 每個人都在將來都按手 那我有沒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即是沒有按手都可以的 有些人甚至沒有人說他祈禱 都有忠信如刊 很多時候都有神跡 他有講到有些人 他怎樣祈禱 有些信主 即是卡醫好 這些情況我們都經常聽到 神是絕對可以限神跡 其實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問題是有些人 他信心弱的時候 按手是更加有幫助 我們發覺這樣 譬如我形容 有個梯 有些人按手 誰按手都會馬上經歷 有些人真的 你差不多誰按手都可以 有些中間那些 下低那些是很難的 誰按手都好像很難經歷 但中間那些 如果聖年恩高強 很明顯有分別 還有有些很難經歷 如果恩高強的為他祈禱 他經歷的機會是高一點的 我發現這個是的而且確有幫助 還有按手在這些人當中 是的而且確有幫助的 所以我希望你會看到 我可以告訴你 你的生命和侍奉 可以提升很多倍 就在乎你有多彈入 其實我們中間也有很多人 是很大的改變 就像他們一家 他們一家 由先生開始經歷到安慰醫治 那些憂傷釋放得醫治 接著到太太 接著到兩個女兒 大女兒也願意釋放神 也很喜歡看聖經 我自己現在 對神那種被神吸引的程度 像以前很不同 我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還有沒有想問的 OK 好 最重要的是 既然神給了我們這個禮物 我們要不要 其實我們看到聖父,聖子,聖靈 聖父將聖子賜給我們 聖父也有將聖靈賜給我們 很多人對聖靈的禮物 是很條件性的接受 只是接受一部分 就不是接受全部 有時候 聖靈的工作就受難了 有些人說 我沒有聖靈充滿 我都做得很好 我說是呀,很好 那就是神 但聖靈充滿 你使用按手祈禱和帶領人 經歷聖靈 你的侍奉會提升很多倍 真的會 我亦有個意念神給我的 怎麼可以幫助一些 如果他願意找我 一些傳統的牧者 我說你試試找你的教育 按手試試 然後問他有什麼經歷 開始有些人會告訴你 已經經歷了能力 或者得了醫治 或者邪靈趕出來 其實我自己 在未經歷聖靈之前 已經有人說過 不是 之前沒有說 後來才告訴我 有一個人 他就說 我跟他洗禮的時候 那時候是灑水禮 那時候我在信義會 我信主那裡就是浸禮的 我後來回到香港就在信義會 我在外國就在路德會 回到信義會 我就跟那些人施洗 只是灑水而已 他就告訴我 當我跟他灑水的時候 他覺得有能力 從頭到腳 湧入他們 後來他也經歷聖靈很強 後來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這也是其中一個人告訴我 還有我試過有一次去探望一個人 那時候也是傳統的情況 那個人的腫瘤 醫生說隨時會死 但是我跟他祈禱 他的腫瘤就縮了 還有活多了幾個月 這就是其中一個 我未曾經歷聖靈之前的神跡 但是那時候沒有人告訴我 沒有人馬上告訴我 但是現在我祈禱 很多人就會馬上告訴我 所以看到即時神的工作 又是神絡 那時候是神絡 你會死的 我會死的 你會死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